親愛弟兄姊妹們你們好 我們今天又繼續有我們《色經》的網上討論會 我們繼續講到如何建立人的靈命 我們講到這個動力 我們講到這個不是動力,對不起 是能力,我們講過的就是聖經的話語給我們能力 他的應許給我們能力,第二就是聖靈的能力 第三就是親近神的能力,親近神 就是和神有密切關係帶來的能力 然後第四就是我們昨天講的 就是弟兄姊妹同心祈禱的時候 那個能力是大的,在聚會 或者我們就算和人全福音,如果有其他人一起去祈禱 或者帶領那個被幫助的人去祈禱 他是更加容易經歷聖靈的更新改變的 就是好像在報導會 有些人說在報導會就更加容易感動的 就是有時候就這樣唱詩歌已經覺得很感動 因為那幫人很投入,就是很多人投入的時候 神的同在的地方加強 然後我們現在這次是 第五點就是深信 這一點的那個能力 那個能力是文字那裡寫了的 深信真心為神,真心為神建立人的靈命 是一定蒙神的喜悅 這個都會給我們能力的 我相信我幫助人,神一定喜歡 我將一杯涼水給一個小主的弟兄,神都喜歡 何況我們建立人的靈命 更加是神歡喜的 我們就是神所興起的精兵 神一定祝福我們真心為主所做的 於是就存著喜樂和信心去侍奉神 就越有能力了 不會覺得自己所做是沒有價值或者果效 這個其實是根據聖經的信心 就是把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都不能不得賞賜 所以我們真心去侍奉的時候 神一定喜歡的,我們愛神 神一定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眼睛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的 何況當我們真心去幫人的靈命的時候 神是更加歡喜的 當我們有這個信心的時候 我們就會更有能力了 其實當我們親近神的時候也是一樣的 親近神的時候如果那個人 他經常都不知道他自己親近神 神是不是歡喜呢 他是不會經歷更大的能力的 不會有更大的能力 但是當他深信我親近神 神就很歡喜了,神在那裡很開心 神看著我在那裡笑 神就欣賞我的親近祂,祂一定回應的 這樣親近神是有力很多的 即是即時的人會有信心有喜樂 也都有能力去面對一切的困難 當我們侍奉的時候也是一樣的 其實我接觸過很多傳道人牧師 我發覺有些傳道人是很有動力的 有些傳道人是旁為累的 我還記得那時候我曾經在一個教會開中文工作 那個牧師過了幾個月之後跟我說 他說其實我現在又burned out 即是有些耗盡 因為他們那個教會的事奉很困難 有很多阻力 但是當時我不懂得回應他 因為我不懂得回應他 所以我說我都不知道怎樣回應你 那他就沒有再跟我說 因為他知道我當時是不懂得去幫他 但是我現在來說 我就會懂得回應他 我就會說神喜悅你所做的事 就算有多困難也好 神都會歡喜的 我們做的時候開心 深信神歡喜 我們就會更有動力了 但是做的時候 經常都覺得 哎呀死了 不知道神是不是歡喜 神是不是欣賞 神是不是做得夠不夠好呢 那人就會灰心 會借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能力的來源 就是信心 就是相信神喜悅 我們為神所做的 若有人服侍主 我復必尊重他 在約翰福音那裡有講到 神呢天父一定會尊重這個人的 那這些 就是說當我們這樣相信的時候 自然呢侍奉更加有能力的 那我也希望大家呢 每一個都是這樣的 無論我們親近神也好 我們做任何神吩咐的事 或者我們的侍奉 我們都時時說 神很歡喜的 神很喜歡的 神是欣賞的 祂會提升我的 這樣呢 就會越做越興奮 也都輕散了 因為也知道耶穌是會負責的 耶穌說我騙是容易 我淡是輕散的 神會負責這些一切 所以我們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憂慮 不需要怕著 哎呀不知道怎麼算好 有沒有能力呢這樣 這樣 這一點呢 有沒有人想回應 或者信問 就是說 譬如說 那是不是真的神喜歡啊 或者 你有沒有試過這樣做過 真的覺得呢 是很有能力 很有動力啊 有沒有人想 有問題想問啊 或者是 詢問啊 有沒有啊 顏木師 我試過呢 就是 一心一意呢 去幫助 我一個親人 是 那 誰知呢 他就 就是可能 有些事情的先後次序 這樣 令到他有些誤會 那他就 不喜歡啦 就是不喜歡 就說了一些苦氣話啦 那我的信心就動搖啊 動搖啊 動搖啊 就是 我真的是 真心呢 是想 幫他一把 是出自愛的 就是我做人家 都覺得我是出自愛的 但是有時候 移情呢 轉轉接接呢 就 惹來一些指控呢 那 跟著我就動搖了 不要 不要這樣再 有些 前進 嗯 嗯 OK 好啦 那你現在詢問我 怎樣回應 是不是 就是 如果我 這樣動搖呢 其實都會影響 日後 事奉的 其實 嗯 是啊 OK 好 是 你等一下 先 當有人問了問題 我回答了現在問題的問題 不要 OK 好啦我現在回應這個問題先啊 當我們侍奉的時候 人有時候會有不好的反應 譬如傳呼聲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傳呼聲 是 通常來說是 人不會信主的 是小部分信主的 因為呢 大部分的人 耶穌都說了 這個窄門 進去的人是少的 所以是少人信的 所以我們傳呼聲的時候 是會少人相信 那麼我們建立靈命呢 其實也都是好像打仗一樣的 好像打仗一樣 為什麼打仗一樣呢 因為呢 很多時候人呢 就會 軟弱啊 就是不肯聽話 或者不信服神啊 那麼他不信服神的時候呢 我們 很努力也好呢 他會 就是他的心裡面呢 他會 不歡喜 或者不接受 當他不接受的時候呢 他就會拒絕了 或者有時候有些人呢 會說一些負面的說話 那麼這個呢 就會影響我們的侍奉的 那麼 但是我們可以怎樣處理呢 就是說 我們就 就是我用那句俗語 就不要拿在市上身 是他的問題 因為 基本上人是難更新的 人更新是神的作為 而有些人呢 不讓神做功呢 是很難更新的 所以呢 所以呢 他不更新呢 是某程度是期望 就是如果有人更新呢 是恩典 是神使用我們去祝福人 是恩典 那麼我們就歡喜了 那麼我們 這個心裡面需要處理 如果有人 他不肯被接受 不肯接受 我們的幫助 不肯改變的時候呢 我們就告訴自己 他不肯 不代表我做的 是沒有價值 不代表我所做的 是神不歡喜的 那麼我繼續去幫助人 神是歡喜的 就算這個人呢 我幫他的時候 他好像沒有受諾 但是神都會 欣賞我 我們所做的 神會賞賜的 就是 譬如我們全方 那個人不信 神都照樣賞賜的 因為我們有做了 我們忠心做的時候 神是會賞賜 會紀念的 那麼我們侍奉的時候 是需要有一個 有一個預備的心 就是有些人是會 不接受的 而不接受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看得這麼重 就不要看得 哇 就是他這麼不聽話 這麼不好 哎呀 我很灰心了 那麼我們呢 應該說 我們所做的是 神歡喜的 我歡喜快樂 輕輕鬆鬆去做 神一定歡喜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回答了你 就是 就是我們需要 turn off 關掉 有些人他們那些負面的回應 他有問題 我不需要背上身的 就是不需要受他動員 繼續奉行 是的 因為我所做的 是神歡喜的 所以我們需要 信心 就是我為神而做的 如果有人服侍我 耶穌說 天父必尊重他 天父一定尊重他的 所以呢 神一定 看重我的 我就不被他影響了 事實上 有些人是 時常都是這樣的 就是有時候我們幫那些人 他們的特色呢 就是經常都要求人 怎樣對他好 關心他 而他呢 又不會回應的 就是他只是 就是期望我們天天都是 對他怎樣好 那麼他呢 自己又不願意付出 只是計算一些人 你們不夠愛心啊 對我不夠好啊 你們幫助我不夠多啊 那會令到那些人呢 覺得好像 做極都不行 做極都不行 也有時候 有些人就會自責 但是其實 這個是他的問題 就是我們不是有責任 永久去幫一個人 就是他永久都站不穩的時候 我們不是有責任永久都都 都幫助他的 我們應該幫助他 不過不是好像 就是好像永遠都幫忙 都幫不了 那他有指控我們 我們就覺得不開心了 OK 有沒有回答錯啊 好 就是不用不開心 繼續奉仇 是的 是的 沒錯了 而深信神是歡喜的 OK 好 另一個節目之後 才想問問題的 你可以講 喂 請先有個姊妹 剛剛想答的 是 想問的 是 你講吧 我想說呢 就是原來呢 原來我們 如果沒有信心 對神 但是沒有信心 你等一下 你的聲音很小 OK 現在聽到就對了 OK 你講吧 OK 你繼續講 原來呢 原來我們對神沒有信心呢 我們跟神的關係呢 是扯不上條線的 是 是啊 我覺得 當你沒有信心的時候呢 你的事逢呢 就很乏力的了 就很懷疑的了 就很懷疑的了 好像阿昇所說 牧師說 神聽不聽到呢 喜不喜悅呢 我覺得 我也經歷這些 就是當你沒有信心的時候 和神斷了條線的時候呢 你是灰光的了 好像枝紙離了葡萄樹 好像枝紙離開葡萄樹一樣 灰光這樣 OK 好 我覺得 當我感恩 當我現在聽到 聽到明白 天父對我的愛 就是不會說 我做得好 天父愛我 做得不好 天父愛我 原來不是 天父愛我 是因為我是他的孩子 他挑選了我 他就無論 什麼環境下都愛我 當我相信這個真理的時候呢 我發覺呢 我自己很自然呢 就讚美神了 很自然呢 很自然呢 就喜歡祈禱 很自然呢 就喜歡親近神了 是我自己的經歷了 OK好 感謝主 OK 感謝主 OK好 好 等一下還有沒有問題呢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繼續了 就是說 動力之一 都是我們相信神喜悅 我們所做的 那個人就會繼續有能力 繼續有 在裡面的能力 真的我知道我所做的 不是白做的 神一定歡喜的 神魂 天神 很難怪 神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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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